马上就要进入6月了 进入6月以后呢 由于气温升高 然后呢 湿度也增加 各种问题呢 就会接踵而至 最常见的呢 就是被称为两腐的 软腐病和静腐病 很容易导致兰花的倒苗和死亡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天气变热了 使兰花的呢 养殖环境的温度升高 所以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 6月份的养护要点 大家好 我是安兰说威子 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在这里呢 跟大家表示一下歉意 那么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 6月养兰的一些养护重点 进入6月以后呢 咱们主要的工作呀 就是防止这个病虫害 虫害呢 大家很好理解 就是害虫 病害呢 主要就是这个两腐 这是比较严重的病状 像什么碳居啊 还有这个黑斑呢 白粉呢 这些呢 都不至于导致兰花的这个死亡 主要就是软腐病和静腐病 所以呢 咱们就来着重的呢 来说一下预防两腐的一些东西 预防两腐呢 大家首先要理解这个两腐的 它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认为呢 这个两腐啊 一个就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伤口 所以呢 咱们要把这个 虫害呢 预防 放在 手要的位置 6月呢 蜗牛 阔鱼 红蜘蛛呢 都是非常活跃的 像这几种东西呢 咱们可以用这个四肌羽权 放在盆面呢 来诱刹蜗牛和阔鱼 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止 蜗牛和阔鱼 啃食咱们心牙和嫩根的一种现象发生 如果是红蜘蛛呢 咱们可以 用这个阿维 浸素 对水呢 1200倍到1600倍 直接喷湿这个蓝猪就可以 日常防护呢 咱们就用小白药 这个小白药呢 维子也都推荐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去选择 在这呢 维子强调一句啊 不是说维子去代购这一种产品 就给大家推荐 然后就把这个虫害放在第一位 跟大家说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维子呢 是真心实意的把这个病害的这些方面的东西啊 还有它的这个危害告诉大家 关于第二点要说的呢 就是一个施肥 施肥呢 咱们要选择这个 蓝苗比较壮的呀 比较健壮的这个蓝苗 咱们在这里给它施肥 日常呢 咱们就用上一点这个好康多的颗粒款式肥就可以 嗯 现在是蓝花的一个生长旺季 像咱们的芽子长出来的这些啊 咱们可以给它用一些氮肥 嗯 比如说这个花多多的三号 我记得好像是氮肥比较高 然后等这个芽子长到半成苗的时候 咱们建栏呢 就可以给它用一些这个磷甲肥 像花多多的二号都可以 嗯 用肥的前提呢是薄肥勤施 还有一点 大家要记住啊 嗯 如果蓝苗不够壮 不够健壮 咱们尽量的呢不要去给它用肥 下一点呢就是关于浇水了 嗯 浇水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嗯 总是有的朋友呢认为这个浇水啊 不要像视频当中这一样 皮头改脸的浇 容易液心进水 其实呢 尤其是到了夏季以后啊 咱们更应该呢用去大水给它冲灌 让这个盆当中的这些污浊的空气啊 还有害的东西呢给它冲走 这样呢才有利于它的生长 当然浇完水以后呢 我们尽量的呢要给它做一个通风的处理 可以人为的增加通风 也可以放在室外 嗯 记住啊刚浇完水 嗯 不要用太阳去晒 也就是提到了呢 咱们浇水的一个时间 咱们就要改到 嗯 浇水呢就要改到晚上去浇水 嗯 也不太提倡早上去浇水啊 因为早上浇水以后呢 这个白天的温度比较高 你盆内的湿度大 也有可能发生问题 嗯 夜晚浇完水以后呢 由于夜晚的温度呢 是逐步下降的 到第二天才会升高 所以说呢 我是提倡大家去再晚上放晚 或者是晚上再给兰花浇水 这样呢 嗯 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再有呢 咱们可以给这个兰花啊 用上一点这个益生菌的类的东西 比如说枯草 小牙包杆菌啊 还有这个蓝状元一类的东西 嗯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 这个蓝盆当中的这个有害菌 让有益菌呢迅速繁殖 压制有益有害菌 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浮苗的一个发生 所以说呢 咱们可以用一些这种东西 还有一些应该注意的呢 就是说遮阳啊 通风啊 这个就不再重复说了 因为咱每次都在说遮阳和通风 大家提起重视就可以了 当然通风呢 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要提起重视 特别是到了夏天温热的季节 对了 通过视频咱能看到啊 现在蓝花呢 芽子呢 都在茁壮的生长 这个时期啊 对这个芽子养护呢 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用强光去照射这个芽子 也不要去把水呢 故意的浇到这个芽心当中 每次浇完水通风 最后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咱们这几个月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重点 防虫 防病 防凉腐 然后就是浇水大水冲灌 浇水的时间段呢 选择傍晚或者是晚上 还有呢 就是浇水周期呢 还是通过你自己的环境 资料通风情况来定 嗯 关于六月养蓝呢 嗯 就这些 如果没有说全 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呢 也希望大家能给我指证出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